台南狱警果菜市場 一名管理員被指控 涉嫌對女攤商言語霸凌 甚至室內規定是不能夠抽菸的 還公然違規 影片曝光之後引發爭議 而實際一道市場找到當事的管理員 管理員去喊冤 說對方是流動攤商 他想進到農民區擺攤 被阻擋之後 才會做不實的投訴 將要提高 平途男話說的好生 還拿起手機上載錄影 朝對面的人警告 引爆市場間糾紛 有女攤商指控 身為市場管理員 涉嫌言語霸凌 還公然違規在市場裡 吞雲吐雾 糾紛就發生在獄警果菜市場 找到被投訴的管理員 反控對方影片斷章取義 說市場裡是農民區 僅供自產農作物的農民來擺攤 對方是流動攤販 依規定就是不能進來 當事女攤商造成做生意 但不願多表示意見 卻也被翻出過去有不良記錄 曾經賣刺激水果被查到 這回擺攤位子跟管理員爆衝突 農產運銷公司已經展開調查 看到底誰對誰錯 記者綜合報導